2012年张碧晨获得中国赛区总冠军后 小有名气的他很快吸引了经济公司的注意 于是便让张碧晨到国外接受培训 可谁知单单的集训费用就高达60万元 对于出生在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也是不小的数目 但张碧晨并不想放弃这次历练的机会 于是向父亲坦白 为了张碧晨的梦想 父亲也是全力支持 从始至终没有要求过他要得到什么样的成绩 只是想让女儿健康快乐就好 可到达国外后只是沟通问题就难住了他 面对周围的同事 他也只是简单的回应一些 你好再见之类的话 平时爱说爱笑的张碧晨一下子成了哑巴 也许是沟通问题 周围的同事也不看好他 本以为公司安排的一天两顿饭 到后来才知道 每天只有一顿饭 看着兜里仅有的几千块钱 买完生活用品可能也就所剩无几 这一切让张碧晨美好的幻想彻底破碎 然而想到父亲为了让自己来 也欠了不少外战 更不想再向家里要钱 每天唱歌跳舞消耗的体力 让他能填饱肚子 却成了最大的难题 于是他为了节约开销 每天在吃饭时 他都要吃两碗饭 想着能坚持到晚上就行 那段时间方便面 却成了他的家常便饭 然而他受的委屈 远远不止这些 2013年 作为实习生的张碧晨 在国外集训 在训练期间 他受尽了冷眼嘲讽 大家就会觉得你在分享我们的成果 我们努力了这么久 我们练了四五年 我们出道了 我们有一个组合在这儿 你来了你就加进组合里来 他们就觉得我是不劳而货 然后就会 欺负你 也不能叫欺负吧 我觉得就是数落你 就比如说舞跳不好 就把你 你也听不懂 你怎么能知道他是数落呢 就是我最早学会的一个东西 叫看颜色 就是你用他的眼神跟表情来猜 他大概在说什么 就这样持续了三个多月 有一次 父亲来看望张碧晨 了解女儿的处境后 勃然大怒 对他说 你可以有梦想 但是要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 看到现在的状况 张爸心疼不已 并决定一定要把他带回国 然而张碧晨心里 并没有放弃唱歌的梦想 但是他也感受到最近几个月 自己心里发生了很大变化 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挫伤 于是便听从父亲的决定 可谁知 这次回国后 却成为改变他一生的选择 2014年 张碧晨参加了一档选秀节目 以一首他说成功突围 并获得四位导师的转身 在奈英的耐心指导下 一度获得当季度冠军 也让他收获了不小的人气 从此一炮而红 仅仅第二年 就有了那首传唱度特别高的年轮 2017年 更是以一首 梁梁唱遍了大街小巷 最近更是在 《为歌而赞》节目中改变风格 从悲情转变成了小甜甜 之所以他有如此的成就 离不开他对音乐梦想的追求 更离不开他为梦想付出的努力 然而就是这么倔强 不甘心的小女孩 在所有人不知情的情况下 自己一个人生下了 跟华晨宇的孩子 张碧晨和华晨宇的孩子 却把邓紫棋推上了风口浪尖 大家都知道 邓紫棋一直是华晨宇的绯闻女友 不仅歌词里出现华晨宇的名字 就连在《为歌而赞》节目中 很多歌词都有暗指华晨宇 这不得不把他跟华晨宇联系到一起 然而张碧晨突然爆出 和华晨宇有了孩子后 透过歌词不难发现 邓紫棋也很是失望 更令人想不到的是 张碧晨最近也参加了《为歌而赞》节目 在节目里抛掉了以往的《悲情曲风》 却改变了一首甜蜜歌曲 并表示这首歌曲是送给自己的歌迷 让歌迷大呼过眼 从以往的苦恋情歌 转变成了小甜甜 面对和邓紫棋的同台 歌甜情苦的张碧晨却令人心疼 一路走来他确实不易 如今孩子的舆论也落下帷幕 不管孩子是以什么样的目的 但是作为母亲的张碧晨 付出的远远不止表面看到的 背后的心酸 也许只有他自己知道 真心希望他们有一个完美的结局